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欠了四千万 你还想过好日子啊 我打工还一辈子还不行吗 还一辈子 你一个人孤独终老吗 张震灵 你跟我说实话 徐温宁借来的钱 是不是都在你手里 你也这么认为 我只能这么认为 不然你的决定实在是令人 无法理解 可是你藏着这四千万也没有用啊 官司一输 只要你不还钱 你不能旅游度假 出行不能坐飞机高铁 不能住星级以上的宾馆 甚至连你的子女 都不能就读于高收费的私立学校 当然 如果还有男人愿意娶你的话 我没有藏钱 真的没有吗 那岂不是更惨了 官司一盼下来 你就要承担四千万的债务 你知道四千万什么概念吗 你们家的房子 九十平米左右 按照市场的价格 物质应该在三百万 房源拍卖会更便宜 你的那辆车折旧以后也就五六万了 加起来也就三百来万 你还欠着三千七百万呢 债权人不会放过你 就算他们不找你的麻烦 按照法律走 你也要慢慢还债 还有你债务在身 一般的公司不会有人聘用你 即使你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一年十几万一百万 你还要还多少年 够了 够了吗 不 远远还不够 你背着一身的巨债 你下半辈子的生活 就会像老鼠一样 躲躲藏藏 见不得光 我听说你是被奶奶带大的 如果她全下有知 直到你现在过得这么惨 她会怎么想 你可以闭嘴了 我说错了吗 都哪一句说错了 这就是你下半辈子要面对的生活 你欠了四千万 你还想过好日子 我打工还一辈子还不行吗 还一辈子 你一个人孤独终老吗 任真真 许优宁已经把你所有的退路都给断了 你倒不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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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